然後三溪除了出這個粉酒之外 除了出這個兩瓶粉酒之外的話 還出了一個什麼東西 醋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酒的地方就一定有醋 真的喔 對 三溪的醋非常有名 而且它的成年老醋好的是很貴的 那余伯伯 你那時候去這個醋 裡面看到了什麼 醋裡面當然進去很多醋壇子 對 醋壇子很多 賣醋的話 它醋分年份的 年份不同 價錢不同 它有一年 兩年 三年 八年 十年 還有更多的 二十年 很多 去成年老醋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醋壇子 擺得非常非常多 你只要進去以後 還沒進去大概就可以聞到那個醋味了 它有一個房間特別讓你通過 所以有客去通過一下 你那個身上的醋味 大概三十分鐘消不掉 就好像早期你到大陸去 你到它毛坑一樣 一樣都不會到 但是一個是醋味 一個是醋味 兩個是不一樣的 而且你在那個三溪那邊 你飲食的話全部都是酸的 對… 他們吃飯一定都要放這個醋 對 然後三溪裡面醋呢 最有名的其實就是余伯伯去的這一家 這一家叫做三溪的老臣醋 那三溪老臣醋也是 中國四大名醋之首 對 最有名的其實就是三溪的老臣醋 然後裡面有一個叫做這個 這個地方他們又把它叫做美和居 這個美和居其實就是 三溪老臣醋的一個… 用的一個標誌 一個商標的名字 所以這是大嫂喔 對… 他有沒有去打破這些醋毯子 他有帶出來… 他有帶這個醋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余伯伯今天也帶了他 特別帶來的老臣醋 我問一下老九里 八年了 醋能不能增長啊 可以啊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但是它在流通的市場裡面 並不是那麼熱弱 可是保存醋也是很嚴謹的 它也不能讓空氣跑進去 它一定要密封 如果你讓它蒸發了以後 它也容易腐壞 所以這個其實還是可以 有價值的就對了 有…老醋是有它的價值性 而且你知道嗎 中國大陸對於老醋 那種瘋狂的程度 可能沒有辦法讓大家想像 尤其是三溪 三溪人對於這種所謂的老醋 他們認為它其實是有一個療癒的 一個效果這樣 對 藥性 藥性 為什麼說醋 其實醋有個好處就是 譬如說他們有研究發覺 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吃醋的話 血糖控制比較穩定 而且那種醋的話是不能加糖 日本醋是加糖的醋 可是我們中國醋是不加糖的 所以更有療癒性 最主要是裡面有一些有機酸 這些有機酸對身體很有幫助 能夠幫助升級代謝 而且發覺比較容易控制體重 所以醋其實是很好的 你知道他們吃飯的時候呢 第一杯居然不是酒喔 第一杯是醋 叫你乾醋 就是一杯就是這樣子醇醇的 有啦 對啊 那醋精衛生分泌啊 我跟你講喔 山西人很少有心臟病的 他們就跟這個飲食習慣有關係 因為它的醋 其實裡面應該是多分類含量很多 你看那個顏色 你知道嗎 那個葡萄酒醋 其實很貴耶 就是這個道理 不止以來 想喝喔 當然想喝囉 這個比較好 你看連醋都不放過 你看啦 你看那個酒量好成這樣喔 醋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呢是... 我們現在... 山西的老山西 沒菜 五十塊沒了 來 不好意思 我給我倒到這樣 那這個... 這個醋的話呢 在山西人呢 他們呢除了這樣子喝之外呢 另外還有一個吃法就是說 他們呢直接把它怎樣 拌到麵裡面 然後呢還有他們燉肉 他們燉肉也會用到這一個老陳醋 可是他們講說 這種所謂的成年老醋的話呢 最好的一個喝法的話呢 其實就是直接把它乾掉 直接喝了 我把它倒得亂七八糟的 來 好 來 好濃喔 你自己沒藏 你沒喝就好 你要我喝過 我去山西藏過了 我去山西藏喝 來... 你們去... 你們去山西 你們去山西 怕吃醋喔 我怕吃醋 我常常在喝醋 太可愛了 這其實... 餐前呢 就是餐前喝一杯醋的話 我覺得也是醋去... 解油膩 對 然後你的腸胃乳動吧 這醋好不錯 像那個益生菌一樣 可是你們喝那個醋 那個Vicky 嘗一下這個醋 這醋跟一般的台灣的烏醋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們釀到的部分吧 它多了一個醇香耶 一個... 很厚實的那種香味在裡面 麵香很濃 台灣比較淡 台灣的是比較淡一點 對 而且台灣的會 因為可能是調整的 好 來 我手上這一個呢 是台灣的醋 就是一般的烏醋 那台灣已經習慣了 台灣的烏醋的味道 其實呢 我到中國大陸去 包含了他們其他的 那個四大民宿 那我去喝過以後呢 我都覺得跟台灣的味道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邊呢 也讓大家品嘗一下 那是台灣的烏醋 台灣... 這種...這種成年的喝到後面 有一個回甘 像那個烏梅的感覺 對 有點像中藥的味道 是嘛 後來它就變有點中藥 好 來 這種常喝 我們家裡常常有醋 這比較鹹一點 好 為什麼我們剛剛會講 說這個3C的話會出酒跟醋醋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酒跟醋 其實差異點在哪邊 原料以後呢 這個蒸煮 蒸煮糖化以後呢 它就會這個酒化 就開始發酵 發酵完以後呢 其實經過蒸餾以後呢 它就會變成酒 那你繼續讓它再發酵的話呢 它後來的結果就是變什麼 變醋 所以它其實是屬於同一道工序 只是擺放時間的長短而已 那奇怪了 老九里 金門口出醋 有 也有啊 馬祖也有 他們就是把他們那個原料 酒渣拿去做醋 因為醋是在沒有養 它是厭養菌 它要在沒有養之下 它就形成醋化的作用 那我們一般發酵那個菌種 就是說做酒的 它必須要跟空氣接觸 那個取菌是需要養氣的 那為什麼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金門的醋很有名 很有名啊 金門的醋很有名 馬祖也很棒耶 那它也是金門酒廠出的嗎 不是…他們給民間好幾家做 但是我喝過40年前的醋還不錯 很棒…40年前 所以只要有酒的地方 應該其實基本上都會做醋 好 那這一次呢 余伯伯是帶來了這一套 這一套呢全部都是粉酒 所出的這一個酒 一個是竹葉清酒他們的代表 另外呢是粉酒的一個白酒 然後呢這粉酒呢 其中呢還有宜芳姐也帶了一瓶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個粉酒 妳這一瓶酒的話也不能猜對不對 也不能猜 那只是一個歷史 就是一個歷史解 就看盒子 對… 對 裡面不知道是不是假酒 還不知道啊 真的假酒啦 我剛剛一千五都猜了 妳這什麼 而且都還讓妳喝了對不對 醋也喝了對不對 酒也喝了對不對 對 因為這個上面 還有寫一個杏花春嘛 所以我知道是杏花春 我不知道是真酒是假酒 不過上面是有寫的是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 成立二十週年紀念酒 所以我不知道是真酒是假酒 絕對是真的 那就是要把它拆開來 才會知道真還是假啊 有啦 它有那個雷射標啦 雷射也可以訪啦 東北要喝下去才會知道 也不是啦 這種是那個客製酒 基本上很少人會去訪它 因為這個市場上很難流通的 很難流通 就表示它沒什麼價值 有價值 有紀念價值 沒什麼實質價值 好啦 沒有關係 那一瓶的話 我們沒有打算要開它 也不估它啦 我們估一下這個 估一下那個魚杯杯 這兩瓶酒 這兩瓶酒的話呢 真的長得非常的可愛 看起來的話呢 就覺得 只是說它蒸發真的 蒸發得也太快了一點 2007年放到現在已經這樣了耶 一個多一個少 一個多一個少啊 兩個都少了 只是一個少得特別多 對 好 來 我們請那個老九霖幫 好 我先問一下老九霖 你這兩瓶你自己手上有沒有 有啊 這兩瓶你也有 也有 比那個老的都有 好 來 我們顧一下 這兩瓶這一對的粉酒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值多少錢 這兩瓶我不會收它 因為它蒸發了啦 如果正常來講的話 外面像這樣的粉酒 大概要2500到3000 這一瓶如果是完整的 你貝貝你那時候買多少啊 忘了 我忘了 真的我忘了 要不要200人民幣 那時候不要 應該要 應該要 我應該要 你都是旅遊去買的 對啊 這兩瓶已經蒸發得 也沒有蒸發到很嚴重啊 有 那味道跑了 因為它是53度 如果今天它是60度的粉酒 那價錢很高的 60度的比較好 這個是幾度 58 53 對 它是那個1991年做的酒 那竹爺青在市場上不是主流啦 但是還可以賣個七八百塊啦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余伯伯 真的是珍藏的回憶 我跟你講 這個我來拿就好 金門特產的大區酒 余伯伯這瓶酒怎麼來 也是到金門區服役的時候帶來的 對 都完全都是到金門區 服役的時候 那多少年了 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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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伯你有沒有當時的照片 讓大家來看一下 余伯伯是做空軍的 空軍全部都出帥哥啦 余伯伯也是當時的空軍的帥哥 這是我80年 81年升連隊長的 升少將的時候照片 那其實我到金門馬祖的時候 這是唐飛 這是唐... 對...這唐飛... 唐飛當總司令 對 他就是一個颱風來的時候 那我們到西洋中心到我們部隊 那這是我們那個作戰司令 他陪著他到我們去給他講解台風 所以這個是余伯伯 這是我 這是當初的那個主任 他就在講解這個台風 所以那時候是在金門對不對 對 然後那這邊還有人聲得意虛盡歡 然後末時子杯空對月 所以就一定要把他乾杯這樣子 這是我在服役的時候 我乃酒國英雄 那邊是酒國英雄 那邊是我乃酒國英雄 所以你以前那酒都... 軍部隊的話酒量很好耶 現在不能喝 所以那時候呢 在金門的時候也留了這一瓶酒 這是唯一留的嗎 金門 應該是唯一的 唯一當初... 當初這個時候 因為價錢比那個高粱酒要高 貴 貴 所以要買這個 要買得起這個價錢的話 要剛好觀想的時候才買得起 一百八十幾塊吧 那時候買多少 我忘記了 真的忘記了 一百八左右 那時候像一般金門高粱的話 大概是四五十塊嘛 對 四五十塊嘛 那這個就大概是他 一百多塊 雙倍他的錢 那時候當初我... 上次來的時候我講 我們到金門馬祖 當初我的薪水才305塊 要買瓶酒要考慮很久啊 一半的錢 有可能要一半的錢 這個如果是... 如果是他講的這樣 應該是在六十三年那附近啦 如果六十八年的時候 那個酒都跪起來 來 老九霖 你幫我們看一下 因為老九霖講說 這瓶酒的話 非常的珍貴 所以呢 一般你不會拿 會把蜂膜弄破 因為它底下的蜂膜 可能已經碎了是不是 小先生 你唯一唯 你偷喝了啦 沒有喝 我沒有喝 太可惜了 沒有喝 這開過了啦 這開過了啦 開過了... 這是被開過的情形啦 這個是被開過... 開過的情形 真的 沒有... 我是沒開過 買回來就... 我真的沒開過的 那兒子呢... 真的是六十三年耶 他講的價錢是六十三年的價錢 大嫂會不會大嫂給你偷喝 不會... 我的酒都放在那邊上開 還是就是喝掉啊 不是... 這開過的感覺 不是 它是被撕的 對 它是有刻意撕掉的 被誰開了 小偷偷掉了 沒有人開過啊 沒有人開過怎麼會這樣 那個磨都碎掉 對啊 怎麼會這樣呢 而且... 而且如果它磨碎掉的話 會完整的保留在裡面 剛剛...剛剛那個老酒 你一看到以後 哇了一聲 可惜啊 晴天霹靂 喜歡酒的人就是這樣子 真的耶 到底是誰啊 我們要跑出那個兇手 對啊 這個蓋子都被懸鬆了 然後這已經撕開了 因為主要是它是被撕開的 那種痕跡啦 如果你自然掉了 沒有被撕開的 來 我問一下那個老酒靈 它這個指標的話 它是封到上面的嗎 沒有 它是在底圓 所以它在開這個收縮膜 把它裂掉的時候 這個會跟著裂啦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斷定 它已經開過了嗎 它是被撕開的 對 還是這個只是撕開 這個沒有開啊 這個膜 膜都掉了啊 它有一個紅色的膜包住 紅色的膜 這邊啦 這邊 來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紅色的塑膠膜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這個紅色的塑膠膜這裡 像這樣子的話 你這樣放味道都會跑掉 都會變多 居然已經被人家開了 那我們就何不 嘗嘗看 對 30幾年 看它的味道有沒有變多 讓大家開心一下 4塊40年了 我們大家節目裡面還沒有開 我先跟它估一下 估一下 完整的價格 還是製作單位 剛剛拿到酒的時候先偷開 沒有...那個濕不是現在濕的 有可能 我們不知道哪一個小朋友 想要偷喝它 在座製作單位都有嫌疑 都有嫌疑 剛剛報警了 居然被內心在扛血了 好 我們來估誤一下 我們用正常的情況之下 民國63年 然後是這一瓶 千萬大居酒 完好如初的 那現在行情價是多少錢 哇